所以这个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用这样的心情 你的时间不一定有 而你面对的问题是即将来临 不但你如此 所有人都如此 没什么好欺狂 没什么好傲慢 他就是这么现实 所以我们传达了这一份现实的心态 让你怎么样 开始将你的修行更踏实 下来 我所有听的东西 我必须要我拿得出来的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一直戏论 是不是 所以我最近也跟大家 也跟他们讲 我们听了很多法 我们能不能说出一个 你在这里面的感动 给你的一个启发 没有的话 那何必你坐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们在玩 我又不是吴乐天讲故事 我对不起 我们不要去 吴乐天有他的功德 但我妈不是吴乐天 在这样讲故事 在听完耍就完了 不是这样就完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是在互相的 那种浪费时间 所以你应该用心去听于这个法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观想一个人对我不好 我到最后出来 我就是产生作用 那问题 你心修佛法到现前当中 你们具体拿出来 作为你的抉择所依 所以不管中观 为事如来上 每个都是在帮助你 验理所谱不是吗 你以为想验就验得下来 明明你看不到他的不尽 看不到他的虚假 你能放弃吗 嘴巴是讲 其实就是验啊验啊 然后双手双脚绑得紧紧的 所以我们讲说 阿弥陀佛我来接 你看到你就回去了 他说阿弥陀佛 你怎么可以放弃我 阿弥陀佛他连讲都不想讲 为什么 我把你接上来 你的腿就断了 因为你的两腿 被链子绑在娑婆 你双手朝着我 双腿锁在娑婆 我一拉 你们就切一半 不是我不介意你 你根本死心塌地的 连在娑婆 你连看到你的挂爱 都没看到 我按不跟你解释 所以我刚才讲过 每个诸念的 大家都想 谁运气好能继续活 谁倒霉先走 都没有去想到 谁才是大福报 能真正往生 这一份欺狂心 我们看不到 那以带着这样的欺狂心 继续修 那还在原地 你这整个心 并不一定有另外一个 娑婆绑着你 因为你整个身心 对世间的爱作 这就是娑婆 娑婆的生老死 就是由你的爱取友来的 爱取造业来的 你还另外有娑婆绑着你 是不是 是你绑娑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 连这一点你又看不到 所以我最近也谈到 有的人在讲一些烦恼 我说 我有点想 不要再讲 最近我一直 不要再谈这个 为什么 这个 这个其实真正要打战的时候 它是不上台面的 你不能把它当敌人 那是小菜一碟 biz cake 你如果连把这个小菜一碟 都当作很重要的东西 在对峙 其实你要很清楚 你的大烦恼不止这些 身心的崩坏 面对一切的割舌 你现在碰到问题 这不是问题 你还把它当问题 那你就知道 你从你把它当问题开始 你的格局就已经定在那里了 所以我也提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 天上掉很多牙齿 天上怎么会掉牙齿 有 因为天人看到我们发现 它就笑掉大牙 我们天人不要的狗屎 我们都还在吃 还沾沾自吸 还有空把狗屎冰起来包好 下次再吃的那种的 对不对 天人说 我们天人都不敢想说 出离三界 下面那个把狗屎都包好冰起来 下一餐还要吃的那些人 说要出三界 你不觉得好好笑 下面那些人太幽默了 我们天人有点无聊 我听听下面讲话还蛮有趣的 是不是 那不是奇广吗